4月3号,一人红心返回香港出席某活动,当天穿了一件花裙子,淡淡的本色,裙子上还有很多花朵点缀,增加了几分性感和魅力。 在记者拍照时,红心担心胸前走光,于是用左手捂住胸口,面露害羞表情,都当妈妈了,儿子都知道当一人了,红心还是这么矜持。 现场记者采访了红心女士,对于以前的货便传闻,红心表示,今天不想回应这个新闻。 看来红心还是很介意这个话题,不愿意多谈和赵丹峰的婚姻感情。 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,这对夫妻感情怎么了?婚姻亮红灯了吗?都懒得回马上新闻了。 红心女士当天打扮超美,有淑女味道。 请注意一个细节,红心戴了耳罪,却没有戴结婚戒指,这是一个明显信号,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呢? 大家都懂得。 记者追问个人婚姻,红心明确告诉记者,不回答这些问题,你说挺开心的。 看来这背后还有一些隐情,指,是红心女士不想再废口舌了。